嗨,大家好,今次很神奇,我買到兩張直達往返小慶的高鐵飛駛 這個影片會教大家了解整個過程,如何直達高鐵往返小慶 我現在就在柯士甸站出,直接走過去西九龍高鐵站出去 現在就讓大家看看整個過程究竟是怎樣做的 這個影片真是給新手或是沒有怎樣搭高鐵的人看 其他搭過的就不要嚴我,太過沉起,麻煩了 好,我現在正值這個選擇的時間 所以其實往返兩地的人都有多人,尤其少搭高鐵 所以見到其實有很多人拖著一行,兩行 有很多人就換上一個問題 其實乘搭高鐵的行李究竟是可以戴幾大結的呢 其實根據飛駛式統計,你自己拿到幾大結就可以戴幾大結的了 這個大結也是可以戴上去的 其實它本身是有個規定的 不過其實呢,就算超過,你超過,你超過,是碰到上車 自己拿到,找到位置放的 都可以放上去,不會有人阻止你 好,今天來到這個西九龍站了 其實柯士甸站走過來是最快的 一定會比九龍站快要走過來 我們就已經到了這個離境大堂那裡了 現在其實也有不少工作人員在附近可以協助大家 這個位置我只能拍攝到進去的情況 因為那邊就過關了,所以我不會拍攝到的 大家就忍耐一下 過來這裡就看到有一個入閘的位置 其實在上面只要放一個回向程上去,就可以入閘了 有或者你是可以買完一張票 數個二維馬進去,你都可以入閘 那我就選擇用回向程去完成整件事 好,那我現在入閘先 大眼再拍給大家看 好了,剛剛出了安檢 其實這段路都不是太可以拍攝的 所以就不跟大家交代太多了 那前面就下去,準備過關 過關了,過關完之後就會去到票母泰檔了 那這段路程我都是拍不到的 那大家就要等一會吧 不過這裡呢,我也要提醒大家 其實呢,搭到扶手電梯下來 大家都是要去做好和出示好 這個開關新部,指尖新部件 那正常呢,如果你是真的去過的話 直接按修改就可以了 如果未來過呢,那就要重新填過了所有資料 對了,這個要記住 好了,那剛剛過完香港關 其實大家有看到美稅店了 那這一邊呢,有一賣酒,有一賣煙 那也都會有準備入內地口岸的一個關口 那其實呢,後面這裡會有部機器給大家看看 自己坐的一班次呢 是不是什麼時候到這樣 或者是好像坐飛機那樣的 那有需要的話就可以在這裡買煙買酒 酒可以帶一支煙,是可以帶一條的 好啦,那我剛剛就過完關 過完海,過完海關出來 那其實呢,過到來這一邊呢 我們就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閘口 好啦,那在這個部機器上 其實就看到,就是我自己的輪車 就是這個G2964,10.08分 去成都東的,那就直達到尚富東的 過到來,我通常呢 其實我會提早一個小時來到高鐵站就可以了 那它那個剛剛看到的燈車口 就是A5D6,A6D 那走去前面就有這個後車室 那它會叫什麼時候燈車或者燈車味的 那通常呢,它提早半個小時左右 都已經可以給大家燈車了 那你呢,如果真的入閘的話 其實就提前15分鐘才可以的 那我建議大家呢,有時是 就是看一下人流的數目 如果不是太多人的話呢 大家可以不需要在這裏排定線都可以的 因為呢,排定線有時會排15分鐘 都不出奇 那來到這裏了 那這邊就是整個西港的高鐵站 那這邊就是後車室 那它這個後車室也有些熱水、冷水和冰水去裝的 那還有呢,有些地方是可以充電 如果大家需要在這裏稍作逗留的話 都是有些地方可以給你去補給的 那不過,溫馨提示的一點就是 其實這個西港的高鐵站 到來等車的位置 基本上是沒有東西吃的 是完全沒有的 那其實呢,除了我剛剛說的檢票閘口 還有其他3B、7、8、9 或者其他更加,可能10、11那些 就會在不同的位置 那大家記得要按單字的檢票閘口 然後呢,去椅子的檢票 去椅子的檢票閘口 去椅子的檢票閘口 那大家可以再看看 因為其實呢 這個班次會有多些入閘口 那其實可以看你自己的入閘口 在哪個位置 那我呢,就是坐這個10車的 那就可以在這個6A的檢票鈕進去 因為呢,其實它有5A、5B、6A、6B等 如果你在車的檢票的位置 進去的話呢 你進去那個高鐵的位置呢 你會比較容易去到你坐的位置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去選擇正確的入閘口 進去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回響證放進去這個位置 那它就會直接可以到這個位置 那這裡呢,就可以下去 那就可以坐到高鐵了 好,那其實呢 後面都會有些位置可以放到行李箱的 那其實呢 那現在就坐到中間的位置 那就是 所以大家都放下一些東西在那裡 這樣就覺得就好 那其實呢 這個位置都很不錯的 好啦,經過這個2個小時 7-2個小時的時間 1個小時 50多分鐘的時間 那我就準備動這個車的動作了 那現在看到 那些人都開始放在那裡 然後準備下車了 那現在在5萬呢 出去了那個位置 那就給大家開手 那現在到站了 然後大家都慢慢出來 那這個雖然是直達的車 但是其實它停的那個呢 都是中途站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 就是記得下車了 那也都會有人會上車的 那我們就按住出口站的牌呢 我們去出口站了 那我們已經到了這個 這個 韶慶東站了 好,那我們走吧 好了,韶慶東站到了 我們現在就下去了 那其實呢 那這個站很小的 那這裡一下去呢 那向前走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出到站 好,那這個位置 一出去外面呢 就已經到這個出閘盒了 那這裡就出閘口了 那電池是有點不夠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 捱得到,頂住了 頂住了 那這裡就出閘口了 好了,那這裡就出閘口了 那電池是有點不夠的 那電池是有點不夠的 那然後呢 就把它放進去 那它就通過了 那它就通過了 好,終於到上京東了 那我看到我自己是同事 在這裡等他了 哈哈哈哈 好了,我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拿車了 我的車停在那裡 好了,那今天這條視頻呢 就去到這裡 那還有下集的 下集就是 我由這個小慶東出發 回香港 好 廣告過後馬上回來 好了,到這個小慶東回程 這個香港的西九龍 那我就是搭早上 8點17分的直達車 回到這個西九龍 那上面呢 可以留意這個牌 因為我看到呢 是搭這個G6579 上京東去到西九龍的 直達的這班車 是8點17分開出的 那其實呢 大家一人看完 其實不是很大的 比較小 所以呢 大家只要提早 20分鐘之前過來呢 基本上 你肯定夠時間 能夠進入閘 排隊進來的 那我就把自己的車 停在外面 然後就在這裡上車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試一下呢 就怎樣用回鄉證上車 那我是在12306 買票的 直接買票 那用這個證件 乘車就可以了 好 那小慶東這點 我們看一下 我們用回鄉證 是不是可以呢 直接通行 大家看到啦 那上面 我的車 就是在這個4號月台的 好了 現在我就 直接呢 我用回鄉證 就可以進去的了 那其實呢 都很快脆的 叫我感應 那我現在就向著這個站台出發了 那其實呢 它有2至9個站台的 就走過去吧 那我現在這班車呢 就在4號站台那裡 那我現在就看到 前面呢 4號和5號站台了 其實整個過程都很流暢 一上到車 就直接回到西九龍了 好了 那就看到了 上面就是這個 657 6579 1至8號車的 那車是 已經到了 那我的 那我的 車的座位號呢 就是這個 這個 7車的1F號 7車的1F號 那我們呢 就要慢慢走過去那邊了 好了 那我們向前走 看看吧 車有列車 那其實呢 地下會有一個指示 那這裡寫著1至9號的排列車 那這裡是一車來的 那每走多一格呢 就是一格 一個車卡 好了 現在時間就差不多了 第七車 第七個車卡 進來了 好 那進來了 看到了 其實呢 這裡有位是給大家 擺這個 大建設行李的 好 幸好呢 我就是坐這個 7車的1F號 就是這個位置 好 那我就坐進來了 然後坐進來呢 自己的腿部前面 是有個空間的 嗯 我們平時呢 把貼放在這裡 都夠位 好了 上到補貼了 那這輛就直接去到西九龍了 很舒服 很方便 好了 這條視頻呢 可以讓大家看到 由香港 乘直達車 來到這個城東站 再由這個城東 上車 乘回香港西九龍的情況 那這條視頻 其實呢 每一個車的 即是車的 前面的螢幕位呢 會寫著了 你的車廂的號碼 那你看到 就知道你有沒有去坐車廂 那之下呢 今天全部都是線上的購票 所以我現在是坐這個 1F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清楚自己 有沒有按照 你買的票去對號入座 這個就是 07車的1F號 沒錯 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直接 在這個位置 等到 到香港的西九龍 好了 我們終於到了這個香港西九龍 那 其實整個過程又非常暢順 和很快 現在呢 就回到這個出閘口那裡 那 那 用時是兩個小時 那 比疫情之前是真的 慢了很多的 因為呢 它 現在多了很多個站 疫情之前有四個站 現在有八個站 那大家就要留意這一點 以前是八十分鐘就到了 現在是要兩個小時的 現在我們就找回一個 能夠上的扶手電梯 其實它大部分呢 都是有 搭電梯上去的 因為怕你們呢 是拿得太多行李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大部分的旅客 都會帶著 一兩個行李 這樣移過來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這兩位 我搭高鐵 有行李 還行李 其實你拿到上新的 基本上 你就已經可以上到高鐵了 好了 終於都搭完了 上來了 其實呢 就現在來到這個 準備呢 就是 七九龍 準備去過兩個關的位置 那你看到這裡這麼多人排隊呢 其實現在呢 都還需要做這個 海關入境的指尖 就是那個健康申報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裡了 那其實呢 如果之前有做過的一些 旅客呢 那你只需要按回去 進去 這個表裡面 然後直接按修改 自動修改 那你就會有個黑碼在這裡 如果第一次做的話 就麻煩一點 你所有資料都要重新填過 那但是呢 其實場 即是呢 在現場呢 都會有很多指示 告訴你怎樣填的 你只要進入自己的基本資料呢 大致上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你看到呢 就是大部分旅客呢 都經住這一邊 然後可以去入場 那我們現在先走快點 好了 人都是比較多的 現在就 分批去放行 放完行之後呢 有兩排電腦 左右兩排電腦 你都可以用來做健康申報 然後你拿著這個二維碼 這樣放進去 那就可以走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好 但是疫情之後 現在還是維持這件事 大家真的要留意了 好了 過了這個健康申報之後呢 準備去過關了 過兩個關 一個是內地的關 一個是香港的關 那前面呢 就真的過關了 就不給拍了 那其實整件事呢 就是 去到這裡就差不多去完結了 那大家就可以 作為一個影片的參考 那這條教育事物呢 就到這裡先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好了 最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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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這個出閘位了 那出來的這裡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好像坐地鐵一樣出閘的 那最後記得呢 拿回你的回鄉證在手 然後呢 然後就 過機 出閘 就OK了 好 那檢票通過了 出閘 好了 完成了 就回到香港了 好 拜拜